感情 安排 虎子 默嶺 伯父你今晚不睡覺 明天 circスver 你們都沒有精神上班 不如這樣 數三聲一起睡覺 1 2 3 睡覺 能睡 可以睡覺嗎? 可以睡覺嗎? 想幫小朋友睡前容易入睡 其實可以睡前做一些簡單的按摩 我們雙手可以平放起小朋友的額頭 微微幫牠保住 一個小小的深層壓力 有助牠們可以冷靜下來 慢慢舒緩一日很緊張或者很興奮的情緒 中間額頭打橫推開到太陽陽 做十次、二十次都無所謂 雙手手指公放起眼眉、眉頭的位置 然後沿著眼眉、眉骨滑到最後 就是手指公放起眉的中間位置 然後兩隻手指公可以左右交替地 向上掃到發線的位置 其實這幾個按摩手法都是很安神的 是定經 讓牠們放鬆心情 讓牠們放鬆心情 便容易入睡 避免在脊椎上加壓力 我們可以推上 很慢地畫一個圓圈 推上去 再下來 這樣就重複了 力度要慢和深層 其實在家裏做可以 小朋友脫起衣服 加一些按摩油做 一個肌膚的接觸 更加令小朋友容易睡著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手指公 又是放起脊椎左右兩邊 慢慢打圈 同樣地打圈對最高 去到頸部下面的位置 我們又可以再畫圓圈 再下來 左右兩邊的位置 在小兒推拿的角度上 都是很多不同的經絡穴位 都是非常保健 腰側的按摩 首先 用我們的指頭 起腿椎左右兩邊打圈 然後繞去腰 回來 又退高一點 又是打圈 然後腰側 又繞上來 重複到肩膀 跟孩子按摩的時候 都要問他們的同意 例如我們會問小朋友 媽媽幫你按摩好不好 得到小朋友同意之下去按摩 這樣可以給小朋友 感覺到被愛 以及被關心 跟小朋友按背脊的時候 千萬不要按到他們的脊骨 避免影響他們脊椎的發展 想舒緩子女的學業壓力 失眠問題 增強父母和子女的互動 還有他們的社交能力 密切留意 LiveRite一系列的 爽點啦,Baby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